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最近 一份国务院审计报告揭露了中国各地县级官员在2021年至2023年间 挪用超过22亿元人民币 约3.027亿美元的农村学生参补助金 以偿还地方政府债务 这份报告显示 涉及违规操作的县市超过100个 其中66个县直接将近20亿元用于偿还债务和基本社保 另有41个县则通过降低餐食标准或虚构购买将2.7亿元挪用 这一行为严重侵害了农村学生的利益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深度探讨一则来自南华早报的新闻 这篇报道由菲比章撰写 揭露了中国地方政府 在过去几年间挪用农村学生参补贴的严重问题 首先 让我简要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和来源 报道称 中国国家审计署发现 在2021年至2023年间 中国各地县级官员挪用了至少22亿元人民币 约合3.027亿美元的农村学生参补贴 这些资金原本是用于改善农村学生的营养状况的 然而大部分被用于偿还地方政府的债务 这一发现是中国国务院在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公布的 审计报告详细跟踪了涉及13个省份 共159个县的补贴资金 总金额达231亿元人民币 然而 超过100个县存在不当行为 在其中的66个县 接近20亿元人民币 直接被挪用于政府债务和基本社会保险的支付 而在另外41个县 共有2.7亿元人民币通过降低餐食标准 或编造采购记录的手段被挪用 涉及1533所学校 还有一些县与供应商勾结 部分供应商提供了劣质材料 并从中获取回扣或捐赠 中国在2011年启动了这一餐食计划 旨在提高农村学生的营养标准 特别是那些父母在城市打工的留守儿童 研究表明 在贫困地区提供学校餐食 可以在减少儿童营养不良 提高认知能力 学业表现和学生入学率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计划 自2011年起 中央政府每年预算160亿元人民币 用于每位农村学生每天三元的补贴 到2021年 这一补贴标准提高到每天五元 目前 这一计划覆盖了28个省区共1570个县 汇集数一学生 然而 审计报告指出 一些地方政府在招标过程中未能遵循规程 有52家供应商被指定为为2600多所学校提供服务 监督部门和学校职员也存在训私舞弊的情况 自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停滞以来 中国的地方债务危机备受关注 经济复苏乏力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 今年2月 北京下令地方政府减少过度收费和罚款 以应对税收收入下降和土地销售收入萎缩的问题 到去年底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已达40.7万亿元人民币 这是自2008年起通过国家融资平台 国有企业和银行融资进行的建设狂潮的结果 北京已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 优先使用资金支持民生养老金和建设项目 接下来我们从多个角度分析和评论这一事件的背景 内容和观点 首先从政策初中和实际执行效果的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暴露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漏洞 2011年启动的农村学生参补贴项目 本是一个汇集广大农村学生提升其营养水平的积极举措 然而从此次审计报告中揭示的情况来看 部分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严重背离了这一初衷 导致大量资金被挪用甚至浪费 其次 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角度分析 挪用参补资金以偿还债务的行为 反映了地方政府面临的巨大财政压力 地方债务问题由来已久 特别是新冠疫情后经济增长放缓 税收收入减少 土地销售收入锐减 使得某些地方政府铤而走险 采取了不当手段解决债务问题 这一行为不仅侵害了农村学生的利益 也暴露了地方政府在财政管理上的不足和缺位 从监督和问责机制的角度来看 此次事件进一步凸显了加强监督的重要性 尽管国家层面有较为完善的政策和资金分配机制 但在地方执行过程中 监督不到位 问责不严格的问题依然存在 此次审计报告揭示的腐败问题 反映了在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上存在的制度性漏洞 加强审计监督和问责力度 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是当前和未来政策执行中的重要任务 此外 从社会公平和儿童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 此次事件对公众信任和社会公平 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农村学生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提供营养餐补贴本应是消除贫困 促进公平的重要手段 然而 这些资金被挪用 导致学生无法得到应有的营养支持 严重损害了他们的权益 最后 从未来政策改进的角度来看 此次暴露的问题 为政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要确保类似惠明政策真正发挥作用 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设计 强化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监督机制 地方政府也应加强财务管理 合理规划和使用财政资源 避免因债务问题导致的政策执行扭曲 总结来看 此次事件警示我们 在推动政策落地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过程中 不能忽视任何环节的监督和管理 我们期待政府能够从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训 进一步完善政策执行机制 确保每一项惠明政策都能切实落地 真正汇集人民群众 感谢收看本期六度解析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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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